你说家里工资也差不多少 反正你是大哥哥 你贴我点 每一个给我贴点生活费 反正多了少了的 你说是啥 生活上你管不正常吗 对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大爷找对象也是比个准则的 人家就是坚决不找要钱的 不管是要彩礼还是要零花钱 就一个字 大爷只说一次 整个大妈说话都有些小声了 多少爷的意思点啊 今年多大岁数了 今年七十 七十啊 你瞅着挺精神 身体好没啥病 身体好啊 干活也不打出 我一直没带着 人家干活来的 在哪干活去 原来当保安的 这下来二十号下来的 反正说大了 这不就顶下来了吗 这这点活就是找外包机 找找卫生的对 哪个去扔的烟盒的 管贩面杖的 把垃圾到弄桶外头 你给收桶里的 那七十咋想的 说还干活呢 我带不住我 我愿意干活 就是爱好干活 就是干干活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要是说家里有个柔情似水的老婆 大爷估计都恨不得整天窝在窝里 人家现在每个月退休金三千多块 儿女也都已经成家了业 大爷可不是为了补贴家用 儿是单纯一个人在屋里太孤独啊 找一些从小夫妻不留心眼的 俩人就一心一意给你过的 别的没挑 他穷没事 我就专业找穷的 他靠谈生活的正是好呢 他跟他好好过 就是二嫂那天七天二十 我打电视吧七天二十 没看到头 就是李秀兰 他是工领的 他那人说话吧 就是大的方方的 一说一笑吧 挺喜庆的 我现在这人 是个开朗的 这人我跟他老再去生活 一天的心情能好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大爷这次相亲 可是诸葛亮爬高楼 万事俱备 人家就是坦坦荡荡的 直呼自个对一位大妈一见钟情 就是打心底相中人家说话 不藏心眼 干啥事情都大大方方 但是一边说着相中李大妈的 一边又说就找穷人家依靠自个的 不经意间可是踩了人家一脚啊 太孤单了 无法比 一天大家可无聊了 就是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一个人 没有说的 没有啥的可憋屈 你家一说孤单 那这个东西 就是谁 没到这个地步就体会不到 感受不到 我能理解 但是可能我真正体会那种孤单的 就是没法感同身受 是 素数大了 反正就是就这种孤独挺难受 改变了 改变了 那差不多少就行 原来要求高啊 原来要求可高了 人必须多高啊 长得啥样呢 现在就是差不多少 主要是没说 主要是他说这人好 对我好就行 差不多少就行 那真是降低了不少 真改变了 但是咱稍微放一点要求 咱务实了 没准这个幸福马上就来了 再也如此 这个今天就是吗 这个时候人家跟你来的 但你来可好 是啊 我觉得可好 各方那啥也不差 那挺好 咱就看我离开还挺近的 行行行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越长大越孤单 越生活越艰难 从先前孩童的天真烂漫 到各自求取学业 为生活到处奔波 到现在三五之急 也已经越来越远 步入中老年之后 最害怕的就是孤单 寂寞几个字啊 大妈现在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就连下去跳广场舞 也只能孤身 趁着淡淡夜色 安自伤心啊 经历过低谷 安耐得住寂寞 终将迎来生命的高涨 如今就看能否迎来第二春了 先给你俩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啊 徐丹琪 对 徐丹琪徐叔 你修兰领都不用了吗 修兰 不用了 我看电视我看的 没领菜人吧 没领菜人吧 特意给我嘱咐 说在电视上看到你的 而且还是一个地方的 就是挺想见面的 说看你在电视上 一说一笑 性格挺好的 是 他一说一笑话 去喜情的 就跟我说 感觉你特别好相处 你现在看本人和电视上 有没有啥喜变 没啥喜变 没啥喜变 开了大方 说话有啥所掌 谢谢快点 谢谢 确实是 我刚才 就从这个岛的 我看他说话 挺开朗的 我的大的方法 有啥说啥 我们从长的吧 一说一笑吧 别人 有一种喜情劲 就他这个心情 我们在一起生活吧 心情能乐呵 乐呵 看着没有 还啥都没了解呢 就看着你这个人就定了 对对对 挺好看着那个人 我从电视看了 满意 我就冲他找的 演员方面都能过关的 还行啊挺好的 真是过年娶媳妇 好上家好啊 咱现前还生怕摄像小哥太牛掰 怕把大妈在台上拍得太光彩照人 万一两个人一见面大妈成了照片 那可就只能暗自伤神了 好在两个人一见面 大爷就是胡同里赶住 实来实去 直言大妈在台上台下 是任何区别没有 光看面相就给大爷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这就是妥妥的情人眼里出戏时啊 大妈那头也是打心底的认可 倒真的是开门红了啊 好丑吧 进去看没事 虽然屋子那个什么 屋子不大但是很危急啊 不是挺好挺好挺干净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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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干净 手很干净 嗯那干净 其实的话这个企业屋子天天收拾 特别奇怪这个人 守住来了 守住干净来了 这屋看看 这屋对屋 两个屋住说是 这屋要看看电视下的就在这屋睡了 你看这 你看多干净 嗯那 是 确实挺干净 叔说了 那个因为小时候胜体的影响 母亲这个是个干净人 这孩子也不能拉 我们的孩子都干净 这打得底的 鸭子书当了饼 所以说当饼非常好 你现在想给鸡虎当饼去 对 你说当饼的时候 下鸡虎的时候啊 别人看他这个衣服啥 洗的背洗的干净 都让他帮洗 因为他干啥活干得好 我这样干啥撒乱快 对 挺能干净 来在家里是这个样子 家但是不是很大 挺温馨的挺干净的 挺温馨的 那我就喜欢男人干净 麻雀虽小我藏俱全 别看大一屋子是略显拥挤 但倒也别有一番请调啊 毕竟房间小了两个人的距离就近了 而且人家屋子收拾的也是干净敞亮 红娘借着机会 也是过年的嘴巴 竟说好话 直呼人家可是当兵退伍 收拾屋子这一块 那可连四个都自亏不如 听得大妈在一旁也是练练夸赞 还真是风雨无阻顺畅的不得了啊 上午都来点到的 没到的 茶是上午九亿多时起的茶 有杯子 有杯有杯子 有点紧张了吗 多少得紧张点 你心也在来家了 多少得紧张点 多到离带去 别想那么生呗 我也不会来生 你心里有啊 心里有就想不着了 对对了 谢谢 谢谢 你来一半来 我不舍 来吧 你这一半行 发一下一半这说明 你俩傻傻都互相想着一次 对对 好运 有我吃的有你吃 对对对 真是老奶奶钻备我 给爷整笑了啊 虽然说大爷嘴巴上是嚷嚷着准备冲饭 但真等两个人一个坐 大爷在行动上却还是慢了一劫子 一坐下伸来就生怕挨得太近 看到两个人中间隔了楚河汉街 摄像小哥也是都看不下去了 孔雀求偶都凑上钱去开屏了 大爷要是不离近年 那还怎么生出爱情的火花啊 我那二十勺那天我打电视 找人七十二十 打电视后看了 看了没看着头 看了后耳后看了 你不是上厂出门看着 跟那奶奶见面 那奶奶不有糖尿病吗 对对对 我说你不干了 听得多清楚 你不不干了吗 正是 我说我啥病没有 我说打电话 我这两年就像中底儿的 我用我的打电话 你找伯儿确实是你看那个各方面都挺有 但是身体很重要 是 他有病十多年了 这东西吧 越后期越严重 闻闻熟身体咋样 我觉得不用问 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人精神会发的 啥病没有 我儿子把一年给我拉伤身 给我检查一遍 就是年年检查 啥病没有 能瞅出来 能吃能干的 干什么不打出 借着先前摄向小哥的鼓励 大爷一上来就直接开门见山 表示大妈先前的节目 自个是看他眼泪 先前大妈之所以相亲失败 就是因为对方身子骨不好 身体素质上差了一截 大爷也是身之大妈的关心点 表示自个身子可是没有任何毛病 每年的体检结果 那可都是白纸黑字 一上来就直接为大妈打了一剂强心剂 大爷还真是会得很啊 做饭嘛 我就是把 就是不愿意扒了 就是我炒菜扒了 我就不愿意干这个活 就是打下手就行 我跟青鹅兵馆 干了十一个月 就给那个主持人打下手 就是他要啥 他干我煮啥 熟着鱼 或者是摘菜 打口味皮 干啥玩意 我干的活他老配合的 他说我打下手 没用信 你这么硬的 硬的硬手 挺好 你转做饭 我是强医 我也是做吃的 该打吃的 你是饱 我是炖的 我啥都会做 以后给我做饭了 你不用管了 刷碗 剪碗 这几千多 手是无啥的 就我洗衣服 你衣服脱下来 我就给你洗了 那啥都会做 这书洗衣服洗得干净 我说家里有点活 都不够一直手干的 我这个体型的 干活杀人快 完了干活有样 你要跟师父这样的 一起过日子的话 你多相符啊 但愿就像你说的这样 说起以后搭伙过日子 大爷是直接坦言自个的缺点 自身就是不擅长拎勺炒菜 但要是再打下手 宅在削皮这一块 大爷到真的是一点没压力 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而且当期就直呼 以后大妈负责拎勺炒菜 剩下的狼戒和烂摊子 只管全交给大连 倒真是一点不嫌麻烦 新的红娘都忍不住 为人家家有助威 整的大妈脸上都凸红一片啊 一时间竟不知身后的红日 到底是续日还是夕阳了啊 打电话我还发心事呢 我说他六十五七十 差十岁他能不能干呢 我担心那四十五呢 现在慢慢烫一休息 这个东西吧 年龄不知问题 还不知哪天我 突然我走你头牵头 头牵上去了 你说这是啥 照我提前有病吧 我剩你什么赶紧的 剩背负的 不是 那不得先歇一下 有病我都给你治 还剩你干紧的 你老头就是有病的时候 后来严重了 原来都在我家孩子上 后来严重我家还没拱了 我就照顾他 我白天去给他做三顿饭 晚上我就回家了 问题是他俩已经离婚好多年了 他又回去照顾了 伺候美的 是这一个情况 然后一起过那说的感觉 我们连续都说了 一说起来都说 还有你这样的 你说你不可能 丑到他在家里都吃不上喝不上的 但是你也是心胸困困 能够饿 夫妻一回 能做到的有点 不容易 不容易能做到这点的 这挺难得 看着人品挺好的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说起两个人的年龄差距 大爷是整整比对方年长了十岁 大妈一听倒是看得开 明天和意外谁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重要的是能够趁现在的时间 找到相复的另一半好好的生活 至于以后的珍惜和不抛不弃 那都交给时间去检验吧 大爷是会为对方负责 大妈那头一说起 照顾已经离婚的前夫 更是让大爷的内心深深的感动啊 你说你咋想的 以后再一起生活 你说你都不听的吗 这玩意你说 加点工资也差不多少 反正你是大哥哥 你贴我点 每月给我贴点生活费 反正多了少了的 你说这啥 生活把你管不正常啊 对 您就是预约给你存点释放钱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想一月要一千块钱十万钱呢 还是想要彩礼啊 还是不要 这是说清楚 因为我找我有我的原则 我原则是啥呢 我对你好是好 但是你要彩礼要十万钱 那些我建议不了 我是这个原则 对 你看大爷生活在一起的 你花钱我过了你 找了一年 但是你要是要 我这个过天吧 就是传统过天那种 进入不了这种 他觉得那样吧 这无事真心过日子了 这种让我彩礼了 要十万钱呢 我接受不了这个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子 一想不到啊 都说相亲难相亲赖 相了半天不匹配 咱就怕钱到两人 聊感情的时候 那叫一个 哎哎情投意合 结果一到真金白银这一块 却又大打出手 分毫不让 大妈表示 想要对方补贴点零花钱 好说歹说 就是多少要一点 但大爷直接是丑话说在前 表示自个相亲的底线 是不接受彩礼和零花钱 倒真是让相亲陷入两难了啊 你不是说药材 他的意思就是生活上 就正常生活上 就你负责 就别指着他的工资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那意思吗 那我意思我没说明白吧 你没说明白 你也没听明白吧 我就说一声 我工资少 你工资多 咱们生活上 你就意思 你多分担点 你多花点 你说这些 对他没听明白 他不说 他意思 那个那个 你说药材 你这还一个月 我给一乡五千保障吗 不是说那个意思吗 他就怕非心眼 非啥心眼 这个年龄 主要是人对的 我告诉你 你就带过头花去呗 我就说一声 我工资少 你工资多 就是在生活上 就是一声 你多花点 我也花点 你说是啥 那行行行 就你说这 你咋说这 你怎么办 真是做梦跳井 有惊无险 好在中间 经过红娘的一束岛 大妈的意思就是 两个人以后 在一起生活大日子 大爷的人 退休金要高了 大妈一头 以后在生活开销 大爷就负责主要 大妈就能借着 每个月存些钱 大爷一听就直呼同意 只要不伸手 问人家要钱的 这个都是能接受的啊 就是说你有多少钱 有病有不起 真有病呢 小病行 花了三万两万的 大病花了三十万二十万的 咱们不打本拿出来 那这个 这人过去 我咋说 是两满仓 随远钢 就是这种 你听明白 我说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跟我说 这位子不要你后悔 你放心吧 我再说 这话都说了 你放心吧 那你得这么说了 你说 你现在吧 你就知道后悔找我找我了 你得这么说 相见看法 对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这个人了 你看多好 相中间正好在身边 比这么近 多方便沟通 他朝若是同龄雪 此生也算共白头 相亲进行到现在 那还真的是 和和美美的不得了 虽然中间有了些 阻碍了和磨难 但俗话说 好饭不怕 玩好事需多磨 要真是相亲 没有任何的意外 咱反而会担心 两个人有藏着掖着的话 想要私下再难为人啊 谢谢爷爷 我们今天就先回去了 然后你 你天还亮着呢 也不着急 你先在这再跟叔聊一会儿 我们不在 你可能还能更放松一点啊 再能多聊点 对 晚上我拿回吃完饭给他送回来 行行行行 完你就好好对一遇 红娘那个小伙儿 你放进去 把肚子放肚子 我对他还无可活的 你不用心里别的 行行行 那我就把衣交给你了啊 你交我话你放心吧 希望早上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行吧 多多感谢啊 没事没事 再见红娘 谢谢你 好了 那我先走了啊 好嘞 哎